古狮子守护者 信息认证开始 萌拉老师 中央民俗大学教授 随堂是随着 认证成功 收获狮子打脚 回到天使 找见诗人 跌破知识难点 以古狮子之为 真是历史 学古狮 天使四网下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萌曼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顺着历史学古狮 今天我们就要进入一个大时代了 这个时代叫随堂 让我们知道堂桃是中国人心中的高光时刻 熊汉圣堂是我们永久的骄傲 那如果我问大家一个关公占秦琼事的问题 如果拿圣堂跟熊汉比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想如果用一句诗来形容 那就叫更上一层楼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唐代诗人王之焕的登冠雀楼 白日一山尽 筐河入海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先说尸体 我们之前讲尸经也罢了 探月符也罢了 那都属于五体诗 就是形式比较自由比较灵活 有几个字也不确定 怎么押韵也不确定 但是呢这首跟灌雀楼不一样 它是一首五颜绝句 它就属于进体诗 进体诗呢又叫格律诗 它比古体诗规矩就多多了 你就拿五颜绝句来讲 每一句必须是五个字 一共是四句 那就是二十个字 二十个字要写出丰富的含义 还要讲究评字和对账 这就非常难写 可是呢一旦写好 你读起来就会觉得虽然短 但是有味道 既朗朗上口 又鱼韵涌成 这是尸体 那我们再说尸体 登灌雀楼 灌雀楼在哪啊 灌雀楼啊 在山西省的永济市 永济这个地方呢 古代叫浦州 是恶守黄河要道 历历位置特别重 南北朝的时候 这就是北周和北齐 对峙的前沿阵地 所以呢 北周就在这修了一座 古楼 瞭望极秦 当时嘛 让用 它也没有用 后来楼修好之后 因为挨着黄河 总有冠鸟雀 所以这叫冠雀楼 那到了唐朝了 国家统一了 这个楼的军事价值呢 就不存在了 就成了文人登高揽胜的地方 王之焕呢 也是文人之一嘛 他登高揽胜 大笔一挥 出来的就是 登冠雀楼 那因为这首诗太好了 太有名了 本来默默无闻的冠雀楼 因此名阳四海 最终 跻身于中国古代 四大名楼之列 那这首诗写着 我们还是先看知识点 这首诗啊 这首诗啊 其实特别明明 需要说的知识点 只有一首 白日 那看见白日 很多同学 容易忘为生气 那白日是什么呀 就是白色的太阳 对不对呢 肯定不对啊 因为诗里讲 白日 依山尽 啊 依山那是太阳要落山了嘛 大家都知道太阳落山的时候是红色的嘛 怎么可能是白色的呢 所以啊 白日 它不是指白色的太阳 它就是指太阳 那看完这个知识点 我们就能把这诗翻译出来了 太阳披着群山逐渐西沉 黄河向大海滚滚东流 若想饱览千里风光 就请再登一层高楼 看这诗好的呢 我说三个好处啊 对账好 气势好 意思更好 先看对账 什么叫对账 先说账 账是什么 账本来是古代衙门里的遗账 就是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同样的穿着打扮 同样的身份 干同样的事 两两相对 这就叫账 那放在诗里头 是怎么回事 就是每一连诗 就是每两句诗 上下两句相同位置的词句 两两相对 这才叫对账 就比方说 上头有一个名词 下面一定对一个名词 上头有一个动词 一定对一个动词 形容词对一个形容词 数量词对数量词 这是对账 那五言绝句本来是 可以对账也可以不对账 你比方说王维那首相思 红豆升南国春来发几支 愿君多彩鞋此物最相思 这就不对账了 你看红豆怎么能对春来呢 这词性就不一样了 但是呢 这首灯灌雀楼不赢 他一共两连诗都对账 而且对的特别漂亮 你看第一连 白日一山进 黄河入海流 白日对黄河 这是什么 名词对名词 一山进对入海流 这是什么 动词对动词 那你再往戏里说 白和黄 又是形容词对形容词 那第二点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欲穷对更上 还是动词对动词 千里目对一层楼 是名词对名词 往戏里说 千里对一层 这是数量词对数量词 那对账有什么好处 对账啊 其实就是格律师的一个重要特点 它让这个诗句显得特别平衡 特别整齐 这个平衡和整齐呢 正好是咱们中国人的审美情绪 你比方说 在家里头 大门口 一个狮子 总得是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你不能说单摆一个狮子 我们觉得不好看 这就是中国审美 一号 再说七十号 这首诗一上来 就是一幅大的风景画 你想想看啊 白日一山尽 黄河入海陵 一轮红日 渐渐的靠近连绵起伏的大山 有一点一点沉没到大山的背后 一条黄河咆哮而来 向着远方的大海滚滚的里面 两句诗 一共十个字 但是你看 上面有日 下面有河 远处有海 近处有山 从天到地 从东到西 都给弄到进去 这是多么壮阔的画面 那可能我们会说 那就是因为 断雀楼地理位置好 你看它一边是山一边是河 王之换 那么登楼一看 亲手拈来 就是白日一山尽 黄河入海 是不是这样 根本不是啊 这幅画绝不是看出来的 它是想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 即使是一年级的小朋友都知道 站在山西 你眼睛再好 也是不可能看见大海的吧 事实上 在古代贯雀楼的位置上 别说你看不到海 就连黄河东流也是看不到的 为什么 大家看中国的地图册啊 黄河是一个几字形 永济那个地方就在几字形 大拐弯右边那一树上 什么意思呢 你从贯雀楼看黄河 那是从北一往哪里 看海看不到 看东流看不到 看山能看到吗 看山其实也看不到 站在贯雀楼上 你看到的山是中条山 可是中条山不是在贯雀楼的西边 而是在贯雀楼的东南边 什么意思呢 夕阳西下的时候 是看不到白日一闪尽 那就怪了 既然看不到 王之焕为什么要这么写 因为虽然他眼睛里没有这幅图画 但是他心里有这幅图画 按照史书的记载 王之焕是一个特别豪迈的人 他登楼远眶 看到高山耸立大河奔流 这已经很大了 可是他心里生疼起来的呀 是一幅比这幅画面还要大的画面 他心里头那幅画面铺天盖地 把从东到西从山到海 全部江山都包容尽全 所以他说出来的才是 白日一闪尽 我们知道了 我们就相信他是真的 因为什么 虽然在生活上不是真的 但是在艺术上 这就是真 这是第二号 第三号 意思 眼前风景太好了 让人怎么看都看不够 怎么样才能看到更加壮观的场景 这时候啊 一个念头自然而然就出现了 我们都知道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为什么不再上一层楼呢 所以下两句顺理成章嘛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你看这一连诗啊 表面上就是写灯楼 可是你往顺理一下 他的意思比灯楼丰富多了 那同学们思考一下 这个千里和一层是真的吗 这千里是不是999里就不算 1001里也不算 不是啊 有些人哪觉得这是真的 而且有些人还推测过 说当年冠悬楼一共是三层 王之焕此时写诗 必定是在第二层 所以心里想着更上一层楼 要往第三层去 你这样想就太实在了 其实是什么 千里也罢一层也罢 都是虚纸 千里不仅仅是一个横向的距离 更意味着什么 人生的广度 一层是什么 也不仅仅是纵向的距离 这是人生的高度 你这么一想 这两句诗就不是登高望远 那么简单了 事实上 欲穷千里目里头 包含着多少渴望 更上一层楼 又包含着多少雄心 想要实现梦想 就要不断向上 这么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诗言志 可是呢 这个志向又不是平白说出来的 它跟前两句风景 衔接的那么紧密 那么浑然天成 让人一点都不觉得生硬 把这种高瞻远瞩的议论 就化成诗句表达出来 这个道理呢 就鲜活起来 这两句诗啊 也就成了千古传颂的名句 小到同学个人 大到我们的国家 全都可以使用 全都可以获得力 那我们总结一下 这首诗我们讲了什么呀 我们首先讲了一个 五言绝句的概念 讲了一个白日 这个解法 还捡了对账的写法 讲到了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蕴含的人生哲理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有四大名楼 这四大名楼包括什么 包括山西的冠雀楼 江西的滕王阁 湖北的黄鹤楼 还有湖南的月阳楼 他们为什么是名楼啊 不仅仅因为风景好 更因为有名诗啊 冠雀楼有什么 白日一山进 黄鹤入海流 藤王阁有什么 落霞雨孤雾齐飞 秋水过 长天已四 黄鹤楼有什么 西日一城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韵阳楼有什么 西闻洞亭水 今上月阳楼啊 让同学们发现没有哈 我说这几首诗全是唐诗 而且都是第一流的唐诗 正因为唐朝这个时代 太有诗意了 所以很多学者 干脆把唐朝就叫诗诗 那王之焕正是唐朝人 而且他生活的时代 是从武则天到唐玄宗这段 这段在历史上称为圣诗 可以说王之焕从生下来开始 看到的就是国家蒸蒸日上 更上一层 而这样的时代呢 也刺激了诗人 让他也产生了更上一层楼的愿望 这种个人国家和社会 相互呼应的彭博精神 就是我们喜欢的圣唐修奉 所以呢 我们就用这首诗 来给整个唐王朝开篇 那这首诗呢 就讲到这里 下一首跟大家分享 王昌龄的初赛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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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的 benefited